再度大降汽油价格 每公升一块钱 柴油每公升1.1元 而主力油品 95000汽油的零售价格 下探到17.5块钱 将会创下20年来办的这个新低点 上次汽油低于这个价位呢 已经要回溯到前总统 立登辉时代了 受到疫情冲击 国际油价持续狂跌 不断在刷新最低记录 4月20号 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 出现首次负油价 但中油下周预计 油价再降1元 将创下20年半来新低点 超低油价等于回到上个世纪的价格 省了大概400块吧 根据中油的油价公式估计 2月时每公升的 92 95 98 5000汽油 都还有24到28元 但下周再降 每公升92 95 98 将剩下16到19.5元 柴油12元 油价创新低 直接重返1999年的油价 付37块钱 其实是期货交易的数字 中油在购买石油的时候 还是以现货价格为主 基于市场机制 中油再跌 还是有基本价格 但现在民众加油 省荷包已经超有感 就以95无亲为例 开车从台北到高雄 350公里 车子以每公升跑10公里 2月十北高一趟要924元 但下周期一趟只需要花油钱 613元 省下的油钱 300元起跳 一天大概省了300 300块到500 疫情影响不止油价降 搭乘公众运输的人变少 虽然汽车销量没有明显变化 但机车及二手车的销售 却有成长 像我那个朋友 他是二手车商 他今年以来 他的业绩大概是成长了 一到两成 原油供过于求 国际油价下跌 仿佛看不见镜头 疫情冲击百业 一片惨淡下 只剩油价狂跌 对民众而言 也算是预料之外的小确幸 记者姚立强 休闲城台北采访报道